这里边各种小炮呢就比较多了 大多数都是美国造的 都是搅和过来的 因为好像跟美国打过两次仗吧 疑似 其他的都是间接式的 除了美制的就是日制的 这有一个什么工程号坦克 天津解放的时候用过 工程号 几辆坦克应该也是 应该也是国外的苏制的 T系列 这一辆是USA的 这是水路养用吗 水路两用 可不是吧 写着呢 清醒两溪运输车 美制谢尔曼中型坦克 这个这么大了还算中型啊 那中型大型的话得 这什么样啊 这全是铁啊 哇塞 这得用多少铁啊 所以这战争啊 是一个太费钱的一件事儿了 因为消耗太多的物资资源了 这光一辆坦克得消耗多少 多少吨铁 钢塞 这炮管给锯下来了 是不是太长了 还是怎么回事儿 还是坏了 后面的一辆也是 也是美制的 美制LVT A水路两栖坦克 这高度得有四米吧 水路了用的 这是一门重刨 重型榴弹炮 它是日本造的 这属于 大炮里的纪无霸了 240毫米重型榴弹炮 1912年 市制成功的 1912年产的 中文字幕有限 1912年 下轮 新鲜 决定 大河 很明显 重型榴弹炮